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潮酷 很帅 是高级广告的脸 可以控制到各种奇形的怪状的形状 但是在每天的综艺节目当中 确实很萌啊 很诚实 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人 而且他从来都没有隐瞒过自己的缺点 也没有卖到自己的优点 在媒体和高清晰度的场景面前 坦率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外在和行动方面脱颖而出 但是内心是安静而有力的人 而在现在这种浮躁的社会的氛围当中 急功近利特别明显的演艺界 能够保持心灵的安静是不容易的 估计是天性的 他的舞蹈给人一种轻松舒适的感觉 而且他身材纤细 舞姿非常的轻盈活力 令人愉快 王一博在诗书方面积累不多 但是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真的不能说哦 他的气场是来自于胸有成足 王一博对自己擅长的事情是有信心的 他有这个实力 硬物能力强 气场也那么的强 我一直都喜欢天天向上 16年一博呢 作为天天的兄弟 成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的时候 我还很困惑如何选择最不喜欢发言的少年 但是慢慢的 我发现他总是不知道怎么说话 但总是努力的表现自己的态度 一次又一次的 喜欢他的这种真实感 从那以后就转粉了 事实上呢 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眼睛 你有没有发现 王一博睁大眼睛的时候 眼睛是闪闪发光的 看起来像孩子 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奇呢 平时呢 眼睛稍微的垂一点 就能看出他的眼睛是标准的桃花眼 不刻意的睁大的话 天上就会有慵懒的感觉 双眼皮有点内收 不可思议的是有一种 对什么都不太在意的散漫感 眼睛好像在飘淡 但是不在意 盯着人的时候 在散漫当中感受到焦点感 这种焦点感让你感受到 他不在意的 只有眼前的这个人的浪漫 歇晕喇叭 看到孩子们的眼睛深情深情 开玩笑 淘气的时候有淘气的眼睛 认真的时候有认真的味道 是绝对的 如果你真的期待获得哪份答案 那么这个满分答案的获得者 只能是你自己 不要听别人说 自己去了解这个人 淘快镜头和屏幕 去干他的细节 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是经得起精心挖掘的人 最后我想再说一遍 王一博的性格很正确 其实呢有一些外部因素 王一博很幸远 能够遇到很多贵人 在这里感谢汪涵前辈 感谢天天向上 在王一博的成长路途当中 告诉他迷惊 一言一行 影响他的人格和工作风格 去关不断 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